大家好,我是段昭南,感谢大家用自己宝贵的时间出席今天的赤子晴华侨图书馆建管两周年的庆祝活动。 也欢迎你们参加段昭南南通百戏艺术馆的开馆和展览活动。 1986年我参加中国戏剧制的编撞工作,在历史的整理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了南通,看到了张远先生为这个城市做出来的贡献, 尤其在中国京剧刚刚形成自己中派和成熟的阶段,他邀请了大量的艺术家在这里演出的一个记录。 那么这次是因为郑翔主席的邀请,我把这个我埋藏在心里的40年关于对南通的热爱,对南通的尊敬,对南通的致敬,用戏剧的语言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今天呈现给大家的仅仅是在我这个比较仓促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一百多图戏。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仅仅是希望以一个华侨的身份来表示着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因为华侨的责任是让我们优秀的品德,优秀的文化精神,优秀的历史性格融入世界,让世界的文化才真正的成为一个世界性。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非常感谢从川区政府,从川区桥连,用这块宝贵的地方,让我们再次呈现历史,呈现我们对于历史的致敬,呈现做这个历史的自尊心生长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建立了断交联艺术馆,同时也会以此为七点,把我们自己传统的优秀的民族文化通过这里和世界接轨,与世界对话。 我们是一个使者,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世界里,让世界看到我们的魅力。 我们早已成为一类种子,这类种子无论走到哪里,哪里才有一个春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